上周六台山市潮山商会 举行第二届理监事会就职 其潮山之家成立11周年庆典大会 一千多名在台山开拓创业家潮山籍代表参加会议 共同建政商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女新就职 共谋潮商发展大计 大会对新当选家第二届理监事会成员颁发证书 并举行就职仪式 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 将迎参聚潮力抵礼共前行 继续高举大潮商大团结大发展旗次 承先启后普团合作 汇聚各方能量把握时代默薄 继往开来再创戒值 我们新的一届台山潮汁企业家领导班子 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在台山潮汁企业家 投身到台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去 单单起引路人的作用 带动更多的潮汁企业家来台山投资新业 共谋发展 台山潮汁之家成立11年来 广大潮商以台山为第二股乡 开拓创新 积极融入到台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 台山潮汁商会第一时间捐赠出3万只口罩 和5万元现金支持抗击疫情 潮汁企业第一药业捐赠现金20万元 公司资产药品总价值100万元 医药物资支持湖北一线疫情防控等 彰显了台山潮汁人的大外 落户工业新城 投资5.7亿元价潮汁企业 台山市富通达软包装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玉年表示 随着国内经济加快速復甦 企业也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不断扩大内需生产 加快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新的一年来我们的企业将 直接涌入到 与港澳大湾区的将士统区 技术力做台山做大做强企业 在台山和香港两地企讨并进 在台山和香港两地企讨并进